政改表決人法的泛民支持者和民主黨的矛盾 在七一遊行率先浮現 要表達我對民主黨的真是非常火鍛到無可形容 香港人會用他們的方法令你們承受出賣香港的結果 他必須引計朝職之後再選擇 就不是現在拿著我們之前的授權去投一個贊成票 這是出賣的行為 政制向前走的這一步究竟是不是市民想走的呢 我們是沒有失敗,我們是50萬 爭取普選 誓不罷有 這一步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 這個階段性的勝利 是會有助我們推向終極普選 今天如果是不信任我們的朋友 希望你們看下去吧 你們要求是爭取一個普選的制度 你們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的心 和民主黨是毫無分別 好大病 廢除功能組別 在623表決前兩天 中央接受了民主黨建議的政改優化方案 民主黨決定投下贊成票 相透了不少群眾的心 民主黨決定投下贊成票 你們回來吧 政府去任的會員 支持政改呢 他們是覺得同心 你說你自己哭了,別說民主黨 你有沒有資訊過教協所有會員 你代表我們嗎 你有沒有代表我們 你有沒有資格代表我們 童爭成票 你告訴我 教協會員 你有沒有資訊過所有教協會員 沒有 沒有,那不是不對嗎 你是公民派代表 不是 你是教育界代表,你不問那些老師 我問15,不要 我爸爸是黨員 民主黨 其實我可以說20年的忠心勇頓 但我的忠心不及良心 不只是忠心就夠 良心才是最可貴 現在市民反對聲音 都有這麼多的受 你是否需要多給市民消化 我覺得民主黨這次 這麼闖絕的表現令我很失望 林小姐是一位小學老師 18歲開始幫民主黨助選 她說不少市民對民主認知 是似於民主黨 今天民主黨 來年輕的時候越來越遠 有種很大的震盪 四十八歲 初十八歲那年 剛好六四 我一師徒說 帶領我們爭取民主這方面有良心 了解六四的學生為民主犧牲了自己的聲明 他們為我們在香港做一個領袖 所以我很樂意當時支持民主黨去參選 但當時還未是民主黨 當時我是港同民 所以一直支持到現在 就是因為大家是一個盲牙 對民主的認識也是一個起步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民主黨是會全力和泛民 和香港市民一起努力 為香港爭取2012雙普選 好不好 好 增加直選和變相直選十席總是好事 否決方案一步到位是值得尊重 但是接受方案增加直選和變相直選十席 一步一腳印廢除功能組別 何錯之有 更加不是出賣民主 何必抹黑 絕對不會 放棄爭取終極普選 這個真普選的理想 路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深 有些人就說 劉偉卿你當然是變了 我是變了 我們這樣的做法 如果換來是很多市民的責罵 的指責 沒辦法 我們民主黨要承受 但是我相信 我們沒有什麼私心 甚至我們快要退休的人 我們以為 這一步 是對香港可能是有些好 會向這些市民自欠 其實我們寫給特選 我們都說明 我們是想二年一二商務選 不過如果沒有 我們是要這些這些 你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些言論 你突然間說要轉變了 劉慧卿都說要變了 我覺得這個變真是為我們的選民來說很突然 為什麼事前 你還說反對政改方案的時候 你改變了嗎 我之前不知道 我認識了你二十年 我都不知道你有什麼改變 你說不是 我是這次少少轉變 將來我會繼續爭取 我作為選民 我很難 很難的時間馬上相信你 這個是我的感覺 我都反應不像 或者是我遲鈍 今晚這個大會 未必需要用他們的平台來 會見他們的群眾 門出之後我就會坐車走了 政治人物和民眾的關係 除了建基於信任 更重要的是 與選民之間的政治契約 2008年選舉中 爭取2012年雙普選 就是不少候選人的承諾 這次民主黨的取向 令不少政黨 與爭取民主的民間團體 都非常憤怒 一個人如果二十幾年 都是投票給一位政治人物 這個人對某個政治的信念 是有一種熱情在裏面 但是現在這個政黨 可能他變了心了 是若被違背 到感情受到傷害 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 這個說明了就是 我們過往四年投一次票 然後有人幫我們搞定所有事情 這個實踐本身 已經是千瘡百控 從教協到民主黨 陳陳代議 沒有人可以監控到他的機制 去做出一些很哇 群眾的意見的一些決定 於是其實所謂的 新民主運動 可能他們應該可以聚合在一起 去就著他們關心的東西 去組織一些社會運動 我們希望他的討論可以繼續延續 還有二十分鐘內完成 代議事出來 再用二十分鐘的時間去整合 無論你是直選還是間選 一定要體現一個叫做全民參與 不只是有錢人 而是說 無論他是貧雄 因為富有的人都是一樣 為何我們要民主 原因是 如果我們沒有民主 政府可以官商勾結 壟斷市場 不抗不卑 底線是要堅守的 是不是 當我聽到大家 民主黨 甚至有其他民主派的部分的人 很想很快拿到一個叫做成果的東西 走進一個圈套裡面 有民主成份的東西 不代表它就是民主的 會令到整個香港的民主運動 那個性質會改變 只有一些人關在門 在裡面去和他談一些 叫做增加民主成份的東西 而其實民主運動 其實一定是一個群眾運動 一定是所有的訴求 應該是由來致群眾的 其實群眾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要直選 就是要普選 就是要廢除可能組別 如果這些事 目標都是沒有去到的話 其實那些所謂的民主成份的東西 其實都是垃圾來的 以往我們 為何我剛才說偶像崇拜 可能我也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都經歷過 見到民主黨的議員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就會 可能沒有細心看他們的內容 都已經投了一票 改變我們以往太過信任的方法 真是每一個制度都需要監察 需要彈疼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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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